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但是时间和地点必须我们来定 按照惯例 如果在两天内不能做出回复的话 对方会取消交易 我们必须在两天内拿到电台 与他们联系上 别着急 今天晚上 何剑跟马云飞会乖乖地把电台送上门的 凭什么这么自信 他们不可能看着他们的同伙被美国人处死的 只有他们交出电台 我们才能免他们死刑 他们为什么会相信你 因为他们别无选择 不 对这两个人来说 至少还有一种救人的方法 什么方法 解狱 我不会让他们得逞的 从现在开始 换这个口令 明白了吗 是 今天晚上警戒级别提升到三级 注意一切可疑人员 记住了吗 是 处长 这是办公大楼 这是警卫室 这是监房 要想进监房的话 必须得从大门进去 不行啊 监狱警卫人员突然增加了一倍 咱们这么进去就是送死 别人没救出来 把咱们也搭进去了 meetings 好了 同事 没问题 可以放行 走 我们是奉命来提审三名犯人的 好 考虑 1776年7月4日 我现在就给里面打电话 让他们把犯人给提出来 好的 辛苦了 这事没那么简单 一会儿见机行事 明白 放心吧 喂 报告 有人使用过期口令 什么 有人使用过期口令 是 他们说要到监狱提审那三个犯人 你先稳住他们 我马上就到 是 怎么还不出来 请到房间里等一会儿 里面再做准备 好 走吧 马云飞 不对劲啊 怎么不对劲啊 怎么不对劲啊 我在监狱待过 提审犯人 根本用不了这么长时间 你待的又不是美国监狱 军统的监狱和美国的监狱 应该没什么区别 这事肯定你在行 我也觉得不对劲 刚才让咱俩进来的家伙 一直就在门口待着 根本就没走 咱俩现在要出去 请再等一会儿 犯人马上就提出来了 何剑 把他打掉 快点 快点 何剑 人太多了 撤 走 何剑 人太多了 撤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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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过那两个人 仔细搜 停车 停车 发生了什么事 郭子牧师 我正在追捕两名嫌犯 我要检查你的车 好的 对不住了 胡子牧师 你可以走了 谢谢 仔细搜 rot 铁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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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月飞 现在咱们怎么办啊 不管怎么说 咱们得想办法 把欧阳咱们给救出来 这我也知道 可怎么救啊 还有两个多小时就十二点了 到时候要执行枪决 到了十二点 就什么都晚了 要不咱们就豁出去了 跳下去跟他们拼了 那肯定不行 下边那么多人 你没看见啊 如果忙干的话 咱们两条命也得搭进去 得想个办法 让他们十二点 不强逼欧阳咱们就好了 马月飞 你做梦呢 这可是美国监狱 要执行枪决 到时间一分钟都不会等 你刚才看见了吗 那个牧师 我当然看见了 他让我想起美国的一条法律 如果死刑犯 在监狱里边结婚的话 那么死刑 就会退后四十八小时执行 这四十八小时 算是给死刑犯的一个婚嫁 如果我们有四十八小时的时间 我就一定能想出办法吧 把欧阳他们给救出来 啊 可谁跟谁结婚啊 只要让欧阳和志伯结婚 不就行了吧 说得容易 咱们俩现在 连他们住哪个牢房都不知道 怎么把消息传给他们 哎 这样好不好 咱俩现在下去 找一个军衔大一点的军官 咱们两个挟持着 想办法让他把消息带给欧阳他们 这主意不算 马云飞 我不得不长安 你小子的智商确实比我够 行了 这个时候你就别恭维我了 准备好了吗 嗯 走 起来 马云飞 组起来 小子 马云飞 你小子陷害我 你小子等着 等我出去了 我绝对不放过你 何金 马云飞 怎么回事啊 你小子害我 都是马云飞那小子 那小子陷害我 马云飞怎么了 他人呢 那小子在外头逍遥着呢 等我出去 我非找他算账 何金 进去吧 别推我 推我干什么 王八蛋 我自己会走 何金 你怎么来了 别提了 等你不知道半个小时以后 我们就要被枪毙啊 都是马云飞那小子害的 要不是马云飞他陷害我 我怎么会 要不是我混进来 我看你们都得玩玩 到底怎么回事 我 我估认你 就没没事 干闭 你没人 哪个态 我 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他一定会想办法救我们出去 我倒希望他千万别胡来 否则进来也是送死 他一定会想办法救我们出去 我倒希望他千万别胡来 他一定会想办法救我们出去 他一定会想办法救我们 家人的人省 是细备好 帮助还是说 区别的病口 郑高今回想办法救我们 他是个喜好 这一天 这一天 甚至帮助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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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人能救得了你们 你们有义务在行刑前 满足一个死刑犯的合理要求吧 你还有什么要求啊 我要结婚 请不吝点赞订阅 请不吝点赞订阅 五号特宫组的欧阳 提出来要和那个李志伯结婚 你说什么 他们要结婚 没错 少校 我觉得他们明显是想拖延世间 可以不予理睬 卫处长 美国的宪法我们还是要遵守的 这样吧 婚前的审查由你来负责 少校 我会把他们分开审查 如果供私有出入的话 我认为死刑还是要执行的 好的 就这么决定了 是 还不是 我认为死刑还是要执行的 我认为我何时 是的 但是 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怀疑你们想假结婚 我必须要调查清楚 所以细节至关重要 你必须回答 没有 没有 你们都要结婚了 每天耳鬓撕磨 居然没有 这很难让人理解 魏先生 我不知道怎样才能够让你理解我们的道德观 没关系 我给你提醒大家 他就终于任何人理解 是吧 回家要迷什山 這些並能給你們 晚上就用花錢 是用花錢就開過 我們為了要花錢 用花錢的圖像 根本過分 四千萬 女媚 practical花桿 觀光 老是房子 Teane 遲大的手 走 快走 加密森上校 婚前审查 我已经进行完了 没想到 他们的口供居然完全一致 这么说 他们真的是一段情侣 不不不 上校 我觉得这里面肯定有阴谋 他们明显是在拖延时间呢 听我说 魏处长 无论如何美国的法律是要遵守的 明天早上就安排他们婚礼 让他们再多活两天 是 卫兵 检查电路 快 是 啊 这 这 是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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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